来到咱们天津卫视效力相应节目 特别的高兴 对 尤其是跟我们的恩师艺术家同台演出 相声演员搭档如夫妻 没错 这就是我媳妇 是吧 这我媳妇 多好 这大胖媳妇多好 是不是 对 一般人不要这个 对 就是不会怀孕就是 是吧 就说这关系 什么关系 而且我们哥俩那比较特殊 我们就在天津中国北方取学校学的相声 就是学艺 工作在北京 对 但是我们哥俩也不是天津人 也不是北京人 不是 来自于哪儿呢 小地方 小地方 我们哥俩来自于祖国的宝岛台湾 对 对面的唐山市 我们人 哎呀 兄弟 台湾对面是唐山 这么说不是显得咱家乡地儿大吗 不行啊 地理书上拿手指头凉还差着一打多呢 那还哪干 就是关系好 好也好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有时候我就琢磨呀 咱俩关系好不好哥 好 是不是像亲兄弟 一父一母的亲兄弟啊 这是什么词啊这是 咱们哥俩现在关系就这么好 你说咱要到咱师父那岁数 咱俩得好成什么呀 咱俩得好的就剩一个人了 是不是 你坐不坐吗 到那时候 哎呀 哎呀 兄弟兄弟兄弟啊 那咱俩谁先走啊 哪谁先走啊 什么就剩一个人了 应该呢 好的跟一个人似的 你等我捋了啊 哎 跟一个人似的 跟一个人 嗯 剩一个人 对 你想想 最后不还是一个人吗 非得走一个 你想你这人说话 非得走一个 你要说哥 你要说 今儿非得走一个 那兄弟我先走 哎 别这样 我先走 行 哎 这回这剧怎么不争了 这剧 我还不了解你啊 怎么着 咱哥俩认识那么多年 我太了解他了 我还怎么不跟你争了 我再争一句 你准得说行 我告诉你 我跟你说 跟朋友介绍介绍 这是我搭档 我跟你说 就是损 坏门 谁坏呀 你 这是你说的啊 我说怎么的 行 今天呢 咱那个晚会的主题 叫搭档 对 当着各位观众的面 咱就说说咱俩的老友记 好不好 老友记 对啊 算记得记 朋友们 哎呦 妈爷 我好好介绍我这搭档 陈希 怎么了 你瞧这模样 你让大伙看好了 你瞧这模样 都看好了吧 你看什么呀 不要人 长得跟东哥似的 对啊 看着挺老实 胖伦敦挺老实 一肚子坏水 哎 怎么回事 这么多年 你给我使得坏还少啊 我什么时候跟你使过坏 我就问你刚才 刚才在后台 我手机电话本里那名字 谁改的 怎么回事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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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手机啊 太损了各位 刚才在后台趁我不注意 把我手机拿过来 把他 我存他的电话号码名字改了 我原来存的叫陈希 您猜他改的什么 马机 我师爷呀 最可气 我正上厕所的 他给我打电话 你琢磨琢磨 我在这蹲着 我手机一响 出现马机那俩在这 我什么心情 是不是感觉特亲切 我天都塌了 我以为我师爷找我有事 让我过去一趟了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啊 你这老吉 干嘛呀 我跟你说啊 这事可不是我干 谁干的 李丁 知道吗 就那个土拔鼠成精那个 打牙 他 你甭给我来这套 全世界除了我媳妇知道 我手机密码就是你 知道吗 损吧你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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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意思就我损的 那当然了 就前两天他办那事 我给大伙说说 我前两天 前两天我们朋友一块聚会 这是吧 我说我有事 我晚到一会儿 就因为我晚到这么一会儿 他 把2.5升的大可乐 给我换成正宗山西老陈醋了 我一进门 你少说了一个 冰镇的老陈 你闭嘴吧你 我一进门 他来了啊 哥 渴了吧 外边气多热 先别给我哥倒酒 来点冰镇饮料 朋友们 我确实渴了 就我这一口下去 眼睛都给我酸瞎了 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讹人 讹什么人 你让大伙听听 醋能把眼睛酸瞎了吗 哥哥哥 你误会我了 不是说我故意 我祸害你 怎么着 我给你喝的是新款的 就那味儿 知道吗 什么 就那味儿 新款的 就那味儿 什么新款呢 新款的 正宗山西老可乐 是怎么着 你瞧你这人 你瞧你这人 你比我大 我得叫哥跟你斗鸡了 废话 你跟小孩似的 我刚才喝完的醋 世界都毁了 我感觉 你能不能别像个孩子似的 那么大岁数 我像个孩子 你能不能干点大人的事 那从小到大 你少祸祸我来着 小时候你饶了我了吗 朋友们 你都不知道 小时候他更坏 上小学 他给我推你厕所里去了 你说当时给我上 有劲吗 怎么有劲吗 你让大伙瞧瞧 八十好几的人了 八十好几的人了 三十好几的人了 小学的事们的记 你心眼怎么那么小呢 你心眼大 你给我说小学是吧 怎么了 行 大聊 不过说小学是吧 来 我捋捋啊 我捋捋 你 我的天哪 咱俩谁记仇啊 你都拿了几本记的呢 咱就说小学二年级 二年级 我看后边啊 初衷中 行了 不用了 咱就说小学二年级 二年级怎么了 咱俩说好了吧 我上小学数学好 你语文好 我给你写数学题 你给我写作文 你跟大叔 你那作文怎么 你怎么给我写的 我那作文写没毛病 我给大伙朗诵 来啊 他这么写的 怎么写的 今天是星期天 我帮妈妈去菜市场买菜 我们卖菜的阿姨 休市多钱一斤呢 阿姨说五分 我说哇塞 真便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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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便宜啊 真便宜啊 真便宜啊 真便宜 太便宜了 怎么这么便宜啊 太便宜了 便宜百败多顿 你知道吗 老师撕碎了 给我退回来的 你知道吗 撕碎怎么了 啊 撕碎那算好的 你那数学题 怎么给我算的 没毛病 绝对错不了 没毛病 朋友们啊 说 17个孩子去划船 一条船呢 最多坐四个人 问 最少 租几条船 多简单 他怎么回答的 答 租四条 因为四四一十六 剩下一个 踹河里 我踹死你 我 我不是为给孩子们 省点钱吗 少数一船 有 你是省点钱的事吗 你别老说这事 小时候他就是 咱小时候当中 上小学最讨厌的那种人 怎么讨厌了 高老师 哎 你没给我高老师 哎 你要这么说 你敢把咱俩小时候 给观众朋友们演演吗 学都学谁怕谁 这是你说的 来啊 那我学你 我学你 来 来 大家好 我是陈希 我是军飞 我是大傻子 我是不是特别欠揍 你们快砸我来吧 打死我呢 我小学 是个智障是吧 我告诉你 咱俩自己学自己 谁也别伤害谁 来吧 来 开始 陈希 前两天期末考试 你考多少分啊 不告诉你 肯定不多 你看我多少分啊 我也不告诉你 你也比我强到哪去 那也比你强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啊 是个大傻子 哈哈哈哈 你是大傻子 你最傻 你超级傻 你超级无敌傻 你天下第一傻 你世界第一傻 你地球最傻 你宇宙最傻 你银河系最傻 你太阳系在傻 你阿姆斯罗爆炸 你阿姆斯罗爆炸 你啊 你敢骂我 我就说你就说你就说你 最笨 你知道我爸是干什么的吗 你爸 哼 我告诉你 我爸练过气功 一掌那那桌子 劈碎了 呃 呃 呃 干什么 我告诉你 我爸是练武术的 他跟我说他会降龙十八掌 一掌能把地球给打穿了 哼 我告诉你 回头让我爸揍你 让我爸揍你 有本你放学你别走 不走就不走 我让我爸给你打地底去 我让我爸一扔天下去 你吹不你 你吹不 有本你别走 就不走 有本别告老师 就不告老师 你说的报老师 不告老师 你等着 等着就等着 等着 哼 哼 老师 谁他爸要揍我 谁可坏他老欺负我老师 朋友们看见了吧 他说不让告老师 他先告老师去 你知道为什么吗 怎么着 先下手为强 你缺德 上书中他那坏又升级了 谁啊 我一说咱们像上学朋友们 都有这个感觉 嗯 就是每次到考试之前呢 你问他 你复习了吗 我没用啊 他就是这种人 回家同门看书去 每次考完试 他分准比我高 闹得我爸天天怒我 一考试我爸就做我 咱们考的 考这么点 天天跟你们那大傻子 考的都比你多 你知道吗 怎么说话呢 你爸怎么老骂我呀 怎么老骂你呀 这儿我告诉你啊 你甭说我复习 我根本没复习 咱底子本来就比你好 谁信呢你底子比我好 你要是没复习 咱上初中第一次期末考试 你能比我多三十分 我的天哪兄弟 我真没骗你 上回我也没复习 我爸也揍我来的 我考的也不好 我才考了三十七分 我怎么可能比你多三十 我的天哪 你才考了七分 你真不如傻子 你别跟我说这儿了 后来我自己努力啊 我学习成绩上去了 到最后我学习成绩好 我考上中国北方区域学校 咱哥们学相声了 别跟我提相声 提相声更来气 怎么了 我都跟我大了你这么多年 哪让你来气了 还带着我 你是带着我 刚到学校学相声 我就让体校 练体育的哥几个 给我欺负了 我该嘴签 回去 我跟他说 你猜他说什么的 没事 哥 我给你报仇去 正义不正义 带着我就笨体校了 刚到人学校门口 哥几个都在这儿蹲着呢 怕什么呢 他还跟人喊呢 走 站住 带着我就冲上去了 刚一冲上去 那哥几个就给我们围起来了 我就问你 当时这么多人给咱围着 哥们害怕没害怕 确实没害怕 那当然了 当时他就带着我 给那哥几个说了段相声 你别提这儿 我跟你说 我都崩溃了 几个孩子 我跟你说比现场 热烈多了那天 呱呱的鼓掌啊 你是带我报仇去了吗 你是不是带着我 撂就是演出去了吗你 废话那几个 我能打得过他们吗 再说我为谁呀 我不是为你吗 还为我 你让人欺负我 跟你一块去的好不好 再者说 这么多年我不是我说你 我拿你当兄弟 你拿我当什么呀 当什么 你拿我当偶像你 别不要脸了你 我还拿你当偶像 你最多算个随友 这是你说的 我说的 我跟你说 你要非得说损 全世界你最损 你最损 前两天跑来结婚 你知道吗 我帮他张老忙前忙后的 怎么了 连婚礼都是我给他主持的 最可惜是什么呀 婚礼主持完典礼集数 菜衣上新郎带着新娘 一家子跑了 吃完饭饭店经理堵着我不让我走 让我结账啊 四十多桌呀 各位见过随份子 随四十多桌的吗 你接回我请客是吗 不是 后来你钱不给你送去了吗 废话你不送我 我就报警了 你好你好 前两天我们家搬家 非得给我这说 哥我给你搬家去 就这小鸡哥 到我们家采电冰箱洗衣机 大空调 赶起来就走 这不炸 卖不卖利息 确实卖利息 确实炸 你到搬我们家去 你搬我们家去 全搬他们家去了 我不是后来我那坏的 都给你石头石头 就给你送回去了吗 送回去 送回去了 一进去我都傻了 我以为我们家遭贼了 还有 你是都送回来了 我问你 电视机呢 什么电视机 就是看这个节目用的电视机呢 电视机 电视机不可以送回去了吗 什么送回去了 送回一个 我俩电视机 你给我送回一个你 我看看那个 你看看 我看看 我看看 多可气朋友们 你治愈的嘛 电视机你都拿一个 什么便宜你都贪呢 电视机多少钱 你想要哥给你买 这贪这便宜干嘛 你这个就 这个就不要脸 来呀 我不要脸 行 我不要脸 大伙子都看着呢 认识二十多年 一破电视机 他说我不要脸 行 你说这话 真的啊 这节目真的就 就大伙子 含心 你含什么心呢你 二十多年一电视机 你说我不要脸 我含心的 你自己身上 流的谁的血 你心里没事吗 不是不是 你这怎么要做血的事 前两天的住院的朋友 我听到他住院 我第一时间 我到医院 我去看的 我跟大夫 我跟护士 我说 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哥 一定救救我哥 千万别让他活 千万别让他死了 千万别让他死了 后来大夫给我带出去 你知道跟我说什么 你跟我说什么 你知道吗 大夫跟你说什么 大夫跟我说 你哥 你哥贫血呀 你哥不是一般的贫 你哥太贫了 我怎么那么贫呢 我 我说大夫没事 贫血没关系 抽我的血 抽多少都行 只要为我哥好 你先抽一把CC 用不了那么多 我对你这么好 我连血都能给你 一个破天室 你说我不要理我 兄弟 那我误会你了 行了 不至于 这怎么 我不要 别打呀 你这说说还急了 后来大夫说 我这血型跟你不对呀 你那血不是人血呀 不是一般人的血呀 我摇世界给你找血 我腿都磨短了 我原来一米八 我现在剩这样的我 哎呀 兄弟 我真不知道 你为我付出这么多 但是我哪知道 你带了这么多人 你说我不要脸呢你呀 哥错了 哎 哥错了 行不行 我治那血 都是你给我找来的 你错没错 错了 你损不损 我损 我跟你着血 你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我为给你着血 我找了全国 多是个养鸡场啊 鸡血